第五段 是静 就是 违静的静 把你框在那 就是这个虫 最后它变不回来了 它在变成虫的时候 关在自己屋子里 唯一的就是它的妹妹 最爱它的妹妹 它最心疼的妹妹 每天送吃的进来 最后有一天 它听到它妹妹 也不耐烦了 觉得哥哥是一个累赘 所以这个虫就自觉了 从那天开始 它也不吃不喝 就决定涅槃 那我觉得 这一段 是《蜕变》里面最无奈 最悲伤的一个自尽行为 所以我就当时我在排练场做这个戏的时候 在编写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哎呀 小说嘛 卡夫卡自己本人不是这样死的 他写本小说 把一个年轻人变成一只虫 最后自觉 啊 后来我在想 好啊 既然小说嘛 它是一种幻想 那我可不可以幻想救这个虫呢 即使救不起这个虫 我们尊敬这个卡夫卡 这个 这个 艺术家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精神上面让它超脱呢 所以 我就加入了 好 我跟这个卡夫卡做了一个辩论 然后 我还想救活这只虫 但是我知道 小说已经把它 灭盘了 所以 干脆 我这里有大段的凡尔黄 来唱 来追调它 最后 我扛着这个虫 回到第四场 那个 第三场那个门 我们永远都要面对的那个门 你怎么勇敢的突破 超脱自己 让自己可以走到一个自由自在的一个天堂